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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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高磊 你这个月下个月下下个月的奖金都没有了 你现在还在做梦 我晚点再来 回来 说 你上次让我找的适合投资并购的中小型企业公司已经找到了 这是资料 这起床器也太重了 还好我监督了大厂名 哥 你有没有发现 小苏姐今天特别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了 他这段时间看台本一直都是愁眉苦脸啊 你看青年 还哼起歌来了 他自从跟沐总回了一趟家之后 整个人都满面春风 并且更热爱工作了 他们俩感情可真好 我的傻孩子呀 真情实感 易受伤 别希望你一辈子都听不懂这话啊 什么意思 没 没啥意思 你呀 赶紧给你小苏姐买微星巴巴去 快去吧去吧去吧 这么开心 当然了 我知道演戏有多累了 尤其配合你我修人更累了 我宁愿呢 多录几档综艺 也不愿意再多配合他一秒钟 我就知道 心情小霞一秒钟 这孩子呀 还陷在你跟沐总制造的糖果陷阱里边呢 希望以后他知道真相 不会太怨我吧 行啊 咱们不说这个了啊 来 聊聊接下来的工作安排啊 小景身上这个 天庆汽车的广告代言 你看过吧 这个代言哪 不仅愁情高 而且呢 天庆汽车是个老品牌 这么多年了 口碑一直都在 几乎是没出过什么问题 但是吧 这合约还有两个月就结束了 他们是想啊 黄姐 以后这种长期合作的合约 才能不了了吗 小苏姐 你先别着急拒绝我嘛 咱们跟天庆汽车合作 那是双赢啊 我们为他们造势 他们呢提升咱们的商业价值 那何乐而不为呢 我觉得你可能忘了 我根本就不是苏锦 我只是帮妹妹善后 欺满了之后我会走的 如果签了这种长约 以后我走了 而我妹也还没回来 我们还是一样属于违约 到时候你和我现在的努力 不都白费了吗 我知道 你一直都抱着一丝侥幸 你希望欺满了之后 我能继续留下来 继续做苏锦 继续延续这份辉煌 但是很抱歉 不可能 是啊 我是有些私心 那这么多年 毕竟我在小锦身上 下了那么多功夫 而且吧 而且 你又觉得我进了这个圈 可能会习惯 甚至喜欢上这种 热热闹闹的生活 然后再也不愿意回到 我那清冷又枯燥的研究室 是我肤浅了 太想当然了 你这么想也没错 你这么想也没错 不过方姐 假的成不了真 我们要认清现实 哎呀 行了 别哭丧的脸了 来 帮我看看这个 钻石的一个带 富裕人行为主 我觉得 这就应该修改啊 咱们应该去扩大范围 不应该只真的 这一个人群 而且 没有消息 三天前 不应该啊 是不是信号不好 满格啊 这 最近怎么不找我 点编台词了呢 好 来 钻石取高一点 对 钻石可以放在耳边 好 非常好 手放松一点 不要那么僵硬 好 非常好 非常好 状态不错啊 好吃 漂亮 好 很好 清完之后 直接消失一个礼拜是吗 沐总 再等电话 没有 这是新的交易方案 过目一下 对了 我和苏锦下一次约会 什么时候啊 怎么突然问这个 你以前从来不关心啊 我这不是最近要处理的事情 有点多吗 还有收购 如果不提前安排好的话 我怕到时候 抽不出时间来完整营业 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了 新合同规定了 一个月只需要完成一次的约会就好 这个月 上次华一叫你们回家 已经算是完成这个月的约会了 而且新合同也明确规定了 是工作安排而定 如果有冲突的话 一个月一次的约会 也是可以取消的 法务会不会出合同 这也太惯这一方了 那假方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好像是您老人家亲自改的 但我没问 这么着急啊 迫不及待想和苏小姐约会 高秘书是觉得最近扣的奖金 还不够多是吧 我教你一个约女人的办法 能不能申请不扣奖金 说来听听 借东西还东西 这是永不过时的套路 什么意思 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你看过吧 爱情的开始呢 往往只需要一把伞 我没有要约女人 好吧 借东西还东西 约 不约 小苏姐你太厉害了 居然撕掉他们所有人的名牌 并且从晚上弄到早上 别人都熬不住了 你气都不带喘一口的 气都不喘一口 我不早挂了 早上好啊二位 快看看是谁发信息了呀 这表情谁啊 牟总 邀你共进晚餐 看来这两餐进展得不错嘛 黄哥 这个不叫进展得不错 这个叫热恋 明明刚刚才分开没多久 牟总就已经迫不及待地 约小苏姐了 那时候我不约我今天累了 你今天一天都没有行程了 你可以休息好 晚上再复约啊 要是小景的话早就复约了啊 牟总怎么发了个锤子的照片啊 这啥意思啊 约 就知道你会答应 牟总 共进晚餐就不必了 早餐可以 我请客 这么想见我 晚上都等不了喽 没问题 现在这个点 能听到好一种 当然可以 你只管来 我保证让你惊喜 惊喜是吧 我都要看看你能给我什么惊喜 要骗iin 你来 是吧 你来 咱们从到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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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的地方 我去也尝试 这才算有用 我去也尝试 应该是这里 老板 吃点什么 不好意思啊 我走错了 牟总 你怎么穿成这样 不是你来这种地方 你打领带啊 我这个是公共场合正常主宠 倒是你 什么呀 我这一大青草的戴墨镜什么的 太引人注目了 所以我干脆贴了个面膜遮一遮 干吗 麻烦你好好看一下 是不是有损你女艺人形象 好美 你看吧 我在这儿不是最引人注目的 走 老板 点单 你看 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啊 牟总 你打算站着吃吗 老板 快点呗 菜单您看一下 好嘞 一个咸豆浆 蒸饺一份 油条两个 谢谢 事可真多 您的餐上齐了 牟总 开凳吧 这里呢 虽然看着简陋 不比你平时吃的那些名贵 但好歹也是老板 他们从凌晨三年就起来 开始准备的 新鲜得很 你吃吃看就知道了 知道的还挺多 家店开了很多年了 我小时候就在他们家吃饭 而且我们啊 就想喝他们家的咸豆浆 我们 还有谁 对 没什么 你嫌不够甜啊 我上一次看 别人小米粥里放这么多糖 还是一个五岁的小男孩 我小朋友 你吃这么多糖 你小心长得蛀牙哦 谢谢关心 咸豆浆 小萌啊 怎么觉得你变了 我人设变了 怎么得改变 我的确不带懂你们 去论这个人设 但说实话 你现在这个样子 的确比之前真是多了 佑先生 你不会是看了我穿睡衣 跟敷质面膜吃饭的样子 就觉得这叫真实了吧 那你有更肤浅吗 我是觉得 你很滑稽 你看那时候的男生 他好帅啊 要不要去找他要个微信啊 小哥哥 可以加个微信吗 我女朋友在这呢 哎 没有啊 不要听他乱说啊 我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们请便 我们怎么没关系啊 看你穿成这样 一定是卖保险的吧 不是 要是给我你的微信 我说不定可以在你们这儿买个保险 我保险 保险 我 公意的 不是 你这样的 我家就在对面 要不去我家处理一下 去他家 就能这样了 不好意思 先走了 进来吧 上次没发现 原来女艺人家都 这么随意啊 我没那么多讲究 而且我们之间去野外 团建的时候 有口吃的 有个睡的地方就不错了 你踩到我衣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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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你有害羞的时候 这个呢 是我新大爷的 NW品牌的内衣 穿在身上零负担 上半纱还可以自由活动 怎么样 喜欢送给你 不需要 你还真的被我做了不少功课 还真的被我做了不少功课 你怎么随便动别人东西啊 喂 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在我照片上贴这个 你有您爱言 爱言 本来就是我跟张远长的 合级自己非得凑几 苏小姐 我觉得你呢 真的不用口是心扉 这样呢真的没有办法 以解我的主意 倒不如你执行 苏小姐 真的好自怜 所以你赶紧去处理一下吧 厕所在前面 哪儿 直走右转 我口是心非信 她注意 你啊 你啊 谢谢你啊 肖曼 谢谢你每天爱给我带这么好的早餐 你真的太好了 太贤惠了 客气什么呀 反正我也要吃早饭呢 顺带手的事 跟我没说 你们俩最近很闲啊 既然很闲 既然 那你 去我的办公室 把最近的合同备份都做一遍 工作 好 挺好 优优独的 请先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沐修伦 你脑子短路了 居然想亲他 冷静 冷静 你可是沐修伦 你睡着了 你和他知道什么呀 关销 还挺关销 这是有闻必达吗 那天晚上那个吻 是不是因为 是合作关系 真的只是合作吗 嗯 原来之前只是错觉 行 那最好不过 是合作关系 沐总 沐总 今天晚上七点 逆矿公司的CEO们 在W商务酒店宴请您 顺便谈一下收购事宜 你叫我过来干吗 那边就没有什么事 就为了让我欣赏你辛勤工作 就当是吧 总之你今天就坐着 我看你就是想管我 我哥管我 你也管我 你不问我是不是需要 吃饭 小四姐 你这就休息好了 有话快说 上次我跟你说 那个天晴汽车 还记得不 不是说不虚约了吗 是 的确不虚约了 但那边黄总啊 还想请你吃个饭 不去 都不虚约了 吃饭干吗 我的姑奶奶呀 就是因为不合作了 才得去啊 毕竟不虚约了 咱们得当面说清楚 你不虚约了 那我们公司 其他艺人以后 也许还得跟人合作的 得罪谁 也不能得罪广告商啊 非得去吗 不待太久 最多个把小时 啊 就一个小时 好了 换衣服走 哎呀我的姑奶奶呀 好 沐总 那不是苏小姐吗 沐总 我锤子呢 咋了 你又惹她了 没有啊 这么巧啊 苏小姐 哎 是沐修罗和苏锦哎 沐总 我锤子呢 沐总 那边有人在看 我们要不要和苏小姐 她们一起进去啊 哎呀 糟了 糟了 又干什么呀 秀文 你的领带都歪了 还真的挺能演 但我再也不会受你影响了 为什么你继续我健康啊 我今天表演课不是白上了 好了 来干什么呀 约天晴汽车谈点事情 许月 没有 就是因为不许月才来了 沐总 你报告都没有 方姐 哎 哎 沐总 我们在六号报警 有什么事随便叫我们啊 走吧 沐总 两位这边请 哎 哎 我发现 自从你去了一趟沐总老宅之后 你和沐总的配合 真是越来越天衣无缝了 你俩不会是 不是你的脑子啊 我跟他绝对不合 哎呦 话别说这么绝对 是不是 不都说吗 当局者迷 我们这边请 好 谢谢 黄总 崔总 苏锦 苏锦啊 这就是广告商 你可发就来了 迟到这么久 是不是该罚酒三杯啊 罚酒三杯 你也配 送上去 来来来来 坐这儿 坐这儿 哎呦 黄总 那是主座 不合适 不合适啊 老板 为什么突然换五号报箱啊 这么难上单份啊 什么难适呢 什么难适呢 我只是觉得 那间包箱 采光带上 采光带上 采光带 我信你才怪 苏小姐 我们希望咱们之间的合作 能够继续 当然了 如果费用上呢 没什么问题的话 好商量 我们的车子质量是最好的 市场占有率高 返修率还低 所以说这个代言 放心 没有任何问题 的确是 惠公司的产品 那可是有口皆碑的 这饭局什么时候结束 这样 我敬大家一杯 好不好 来来来来 你等会儿 酒是你喝 话也是你说 那苏小姐 哑巴 敢惹到我头上 算了 任医师风平浪静 他人叫李沃清啊 我们是个大品牌 是不是 等着代言的那些小明星多得去了 这种饭局我天天吃 但是 我可是你的粉丝呗 苏小姐一个大明星怎么能板着一张脸嘛 给咱笑一个嘛 啊 哎呦 哎呦黄总 真是对不起 我们家小姐啊 今天真的不舒服 要不这酒我替她喝 您看怎么样 你喜欢喝酒啊 赶足你啊 这苏小姐到底是个明星啊 还有个苏护卫 哎哎哎哎哎 三杯 小景之前也是被你们这么欺负的吗 那我抽烟 不介意吧 我介意 开玩笑呢 黄总 哈哈哈哈 苏姐 今儿我就叫你们规矩 当我们男人呢 问你们女人介不介意把我们抽烟 你们女人只能有一个回答 那就是 不介意 问你意见是跟你客气 别把客气当真了 岁数也不小了 也该懂点事了 那黄总 好酒啊 我泼你杯酒 不介意吧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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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糟了 你 你 你 糟了 小艺人还不喝酒啊 苏姐 杀人是犯法的呀 你敢动我的人 我看你就是 见识是吧 不可以啊 苏姐 你 起个 你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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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不能 不能 啊 没什么 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龙 苏锦是有未婚妻 有什么事 出往来 没事 没事 这 怎么流血了呀 女明星身上可不能留疤呀 没事 这等算我了 我自己能走 陆总 还真写信 你这个样子要是发在网上 肯定有没有遇到万千少 你还有心情调侃 下回能不能别这么冲动啊 这次呢只是一点别外伤 谁能保证下次会遇到什么 你是在担心我吗 你是在担心我吗 我是在担心我自己 你现在这么冲动鲁莽 完全在我的预料之外 搞不好 以后以后给我的来麻烦 嫌我麻烦 别管我 协议侵略也是侵略啊 这么多伤人已经盯着了 人不管了 沐总还真是一位合格的合作伙伴 那不管怎么样 我始终觉得我今天没有督促 咬人的疯狗的确危险 但是你越放纵它咬你 它下次越敢欺负你 而且咬尿得更狠 相反 如果你狠狠地 教训过它一次 再进到你的时候 它就会低着脑袋 摇着尾巴 看着不敢看着你 苏姐 疯狗那是有獠牙的 你有吗 记住 下次打狗 不一定要赢不赢 你也可以 记住一点外部力量 沐总说的外部力量 指的是你吧 别忘了 咱们只是协议情侣 这件事我记得比你清楚 别一直提醒我 谢谢沐总你要也 谢谢沐总的忠告 不过 如果有下一次 还是会这么做 时间不早了 我也进去休息了 有什么事的话 你也先回去吧 你还真的是比谁个斗具啊 沐总 喂 高亮 把我们集团和天津汽车的 所有合作项目 都给我翻出来 好的沐总 好 过了 总算走了 就只是合作关系 管那么多干嘛 喂 喂 已经到家了吗 嗯 那腿伤呢 涂过药了 都处理好了 放心吧 我能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有沐总在啊 我什么都放心 不过啊 她今天好像真的很紧张你啊 不像是在演戏 哎 你们都合作那么久了 难道你不知道 论演戏的话 沐修轮可比我专业多了 嗯 那确实 在镜头前面营业的时候啊 沐总的表演 确实比你自然点 不行 从明天开始啊 我必须再给你 读加几堂表演课 魔鬼啊你 紧张吗 就只是关心合作伙伴吧 现在看你 好像也没那么累 不过 还是得越来 毕竟我们只是协议关系 早啊 小四姐 早啊 我这么开心 疼恋爱了 还不是锦绣夫妻的糖 太好吃了 沐总带你离开酒店的故事 简直就是王子 勇斗恶龙救公主的真人版 明明就是女王斗恶龙 走吧 嗯 你这什么造型啊 黑白无常似的 我跟你说呢 我今天一早起来啊 我这个左眼皮就旁跳 这是不祥的预证 你这封建迷信 咱们今天拍的这个 汽车几天的推风啊 绅士格调 恐怕因为昨天啊 跟房总的事 闹出什么妖蛾子 我预感一向很准的 还是小心点好 你淡定一点 就像遇到什么妖蛾子 咱们也拦不住 今天 只管把工作完成就行了 阿珊走吧 好 很好 这个动作不错 我们再来一张 好 帆哥 他身上这套 不是我们今天拍摄的 封面主题吗 不是 什么情况啊 不好意思 我们这边闹了乌龙 是我们这 这边 策划不小心啊 把同套企划 同时发给了 两边的艺人 现在你们已经看到了 另外一位艺人呢 提早已经到了现场 已经开始拍摄 咱们这边落后了一步呢 那只能去拍 另一套主题了 哪家策划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啊 这根本就是欺负人嘛 现在说这么多呢 已经没什么用了 咱们赶紧着啊 去换内夜的下一套服装 王总跟这个照片 私教很好 看他今天是联合杂志 来给我们的 看 还特意找到明知道 跟我们不合的需要 单位客人 孙老师 内夜那套杂志也不错 你看看吧 我也想拍 这可惜吧 我把封面都拍得差不多了 我总不能浪费了 大家的劳动成果 是吧 主编 说得对 言之有理 言之有理啊 以为我真的好欺负吗 既然你这么喜欢拍 那两个手续都送给你了 那不送了 小苏姐 咱真不拍了 是 这事是挺让人生气的 但咱们真走了 不就顺了许亚丹他们的意了吗 那封面没了 内夜也没了 外边网友又不知道该怎么乱说了 如果是我妹 她会拍吗 应该会吧 这事是挺让人恶心的 那你没脾气好 你会往心里去的 那真不巧 我这个人不仅脾气不好 还还记仇 小苏姐 你还有个妹妹啊 你听错了 是贝贝 贝贝 苏小姐 苏小姐 不 苏老师 我知道您心里有这个气 其实呢 那些都是我手下 工作人员的失误 咱们现在 我整个策划团队 摄影 服装 布景 他们都准备好了 你说您 要是这么一走 那所有人的心血 不就都白费了吗 哥 你工作几年了 五 五年 五年就当上主编了 你这工作能力可以啊 苏小姐 你可过奖了 你也知道我过奖了 不是 你这要是只是工作五天 那这机会 我可能就给你了 但现在是你自己工作 出现了纰漏 还试图玩道德绑架 加厚到别人头上 不好意思 我吃你这一套 不 不好意思哦 小苏姐 太够了 你别乱起哄啊 得罪杂志社对他们没好处 哎 嗯 现在立刻打个电话 好嘞 我现在就打给沐总 以前这种事啊 根本不用沐总出马 高明叔一个电话就解决了 谁让你打给他呢 打给各大杂志社 不是 阿珊 总 等等 再来一旅啊 你呢 是现在最红的女明星 初到这些年 一直以清纯形象示人 现在突然要以这种方式 来改变形象 那肯定会受到很多非议的 要不咱再考虑考虑 我为什么要因为别人那么广 而把自己美好的东西也抄起来 清纯路线的确是一张安全牌 但是展示自己美好的皮囊 绝不羞耻 反而值得鼓励 我就喜欢小苏姐这种 从灵魂里边散发出来的姿情 谢谢你的喜欢 我也很喜欢我自己 好吧 你是我祖子 你说啥是啥 你说啥是啥 走 哥哥 哥 哥 你看新闻了吗 嗓子的大新闻 大尺度照片 是 这可是她的工作 有什么大尽小怪 嫂子现在追求者那么多 这照片再一出 那追求者不就更多了 恕我直言啊 到那个时候 你的竞争力直线下降 别胡说八道 比你哥优秀的人啊 还没出身呢 嗯 真自恋 再说了 她竞争者多 跟我有什么关系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现在这样 到时候可别追齐追不上 你要是没事干呢 可以去找高领了 她比较紧 我忙着呢 你先关心关心你自己 你 老婆 现在的方法 真的是一点道德标准的 老婆这么自贺随便喊 我竞争力直线下滑 这人搭适水 怎么可能 我木修人的市场 还是很大的 凑 Niger潮鸟 甩 weights 你赶紧通知下去 马上让人准备 散草新的方案 我等一下去找胡 ing 好好说说 这么能够拿到这个封面 我们就可以引爆 这些杂志 这合适 这到底怎么了呀 姐 不好了 你怎么放出风声 还要拍大十度照片 现在网上这事都爆了 怎么可能呀 绝对不归错 而且他要求 立军声音线封面 当期初刊 很明显是打算 跟咱们这期对打了 现在各大杂志社 都已经开始忙着做策划 开始抢人了 好你个苏晴 又跟我抢风头 喂 妈 你跟妈说实话 你跟小婷到底怎么了 你一向是个非常互独自的人 怎么这一次 由着她被别人欺负 被人抢了封面不说 还让她自己亲自下场挽回局面 你说吧 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没有吵架 没有吵架 怎么会闹成这样 又想骗我 南无城你们已经分手了 怎么可能分手 我们不光没有分手 我们 我们 同居了 同居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呢 可以随时来查稿 地址也会发你 挂了 同居 我可太既致了 事不宜吃 明天就行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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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太既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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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这么没意思 搞什么 我充分理解 你想要安抚你母亲的心情 但是合同里 并没有规定要同居这一条 就算是要应付华谊也过见了 还有 我呢已经习惯了独居生活 不希望有任何男性 出现在我的私生活范围内 这个月我们还有一次约会机会 是有一次约会机会 但约会不等于同居 合同里没有写 约会不可以同居啊 合同里也清清楚楚写了 一个月只能约会一次 你今天就算用掉了一次 明天必须搬走 但合同里也没有显明 每一次约会要多少时间 所以我要求这次约会为一周 沐秀伦 你在歪区合同条款 你可以对合同产生疑问 也可以在后期那儿 找律师重新修改 但是在修改之前 你必须要严格执行 眼前这个条款 当然 你看 你也可以选择 直接委员 气人拍摄 Zither Harp Love Wave 藏在我眼睛 能幻想星河越高越近 喜欢你就是最大秘密 Love Wave 对一夜动情 恋爱的谜题 预先倾听 两个人探测 这一颗心 一颗心 智光灯 照亮的瞬间 如人生梦境中旋转 爱就在身边 要多看你一眼 当冰箱 当冰箱遇见了太阳 波雨时划过了心房 刻下的纪念 随闹流到永远 Love Wave 陪你到天晴 天的温柔化 科学道理 心动是最好的默契 智光灯 智光灯 照亮的瞬间 如人生梦境中旋转 爱就在身边 要多看你一眼 当冰箱遇见了太阳 波雨时划过了心房 刻下的纪念 随闹流到永远 智光灯 智光灯 照亮的瞬间 如人生梦境中旋转 爱就在身边 要多看你一眼 当冰箱遇见了太阳 波雨时划过了心房 刻下的纪念 随闹流到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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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